把齐顿的教会的信徒捐献的那种精神有什么特点呢 有几方面 第一就是在他极穷的时候他们还乐意 第二个特点的是他们捐的是没有外在的压力的 不是有人强迫他们要这样做 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是过了力量 对保罗来说 觉得他们捐出来的东西已经超过他们应该给的了 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来捐献 捐得很开心 在极穷的时候还捐得很开心 第三个特点 而且他们是非常积极非常主动的 你看第四节 再三地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这意思是可能保罗看到他们的情况他们很穷 然后他们很乐意给保罗说哎呀你们收着啦不用给那么多啦 你们留着自己用啦 你们也很大的需要啊 但是呢保罗的这个拒绝没有阻止他们的乐捐 他们求保罗给他这个捐的机会 而且呢是再三地求 求了一次被拒绝再求 再被拒绝再求 那种积极那种的火热 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好好反思的 我们今天当然也讲奉献 但是其实我们这边讲的不仅仅是你给团系给教会的奉献 不是而是你对身边的人的一种施审 不论是金钱上或者是精神上 或者是你花时间给他 或者你花精力给他 那我们在这几方面的表现 有没有从马其顿的教会当中 得到一些提醒和鼓励呢 你是在你有余的时候 才来想啊那好吧我给一点 还是呢我们学习像他们这样 在自己很大需要的时候 仍然活出一个富足的生命 我们是给的很勉强 好了给你了 还是我们像他们一样 甘心乐意的奉献 奉献得很开心 觉得自己呢在这个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是一个祝福 我们是很被动的 有人要求了 我们才来给一点 还是我们像他们这样主动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富足的生命的表现 原来所谓的富足不在乎你拥有多少 或者你懂得为自己赚得多少 而是呢你的生命愿意给多少 我画过这个漫画 人呢往往总是在往自己身上加东西 特别是现在的人 我们总是觉得不够 有些东西还好好的 我们还是要换 换新的 要跟上潮流 跟上时代 所以我们拼命地往自己身上加东西 当我们拼命地往自己身上加东西的时候 其实就反映出你里面呢 有很大的空洞 如果你里面是很富足的 你对外面的渴求应该是很少 你懂得乐在其中 现在的人已经来到一个极端了 就是消费主义 为消费而消费 就是拼命地往自己身上加东西 那种极端的表现 如果那个是真的你需要的 那你买啊 那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的心态 而且当我们一直在寻求这些外在物质的满足的时候 其实在告诉我们 我们里面呢 可能很有问题 因为里面富足的人 应当对外在的渴求呢 是更少的